5月1号是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年的纪念日 海南各地结合学党史活动 打造红色旅游产品 让市民游客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五一期间 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 每晚都会上演实行演出红色娘子军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观看 该剧目运用裸眼3D 全息激光投影等技术 带观众重温那段征容岁月 当前三亚正计划联动大三亚旅游经纪圈 打造红色旅游产品线路 让蓝天碧海与红色旅游资源融合 回顾革命先烈英勇奋斗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让市民游客感受到红色旅游的魅力 提升旅行质量 经过这几年这么一个不停的这么一个打造宣传和推广 我们海南23年红旗不倒这么一个主题逐渐也是成为我们旅游市场一个颇受欢迎的这么一个红色旅游产品 琼海市在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杨江镇 举行了纪念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年慰问演出活动 以红色娘子军为主题的节目轮番上演 精彩的表演 熟悉的旋律 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能够让群众和外来的游客不仅仅是感悟到了解到我们洋家的红色文化 同时总结好保护好传承好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我们的红色力量 我们下期再见